在中国拥有一个属于大学生的滑龙舟比赛 这个各大学之间的比赛是从2011年开始举办 今年的承办地点是在福州 大学生必须滑长达500米的龙舟 集美大学拿下男子组的冠军 而女子组冠军则是由辽城大学夺得 滑龙舟是端午节应节的活动 不过在香港 滑龙舟却有五大禁忌 首先 龙舟下水前必须进行喝龙仪式 也就是进行诵经 用鸡穴为龙舟点睛 以及享古等仪式 此外 女人 太太怀孕的男人 以及家里有白事的人都不能够触碰龙舟 由于龙舟是神明的保护神 加上杀气大 因此这三种人被认为 触碰龙舟将对他们和神明不利 最后 滑龙舟必须打赤脚 由于写子被视为是不洁之物 因此赤脚是对龙舟的尊敬 不过 现今龙舟赛已经不再执着以上的禁忌 只有仇神龙舟才会比较严谨 在台湾 大家都会喝端午节中午的水 这个水叫做午食水 被当地人认为有除慧 转运和结束等功效 午食水也被称为集阳水 是早上11点到中午1点之间的井水 有人还会用来泡茶 酿酒 甚至渗入家禽的饮用水 确保六处兴旺 NTV7综合报道